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阿神咖啡,我是阿神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阿神Q&A 沒錯,在上一部影片呢 我跟大家公布了這個2000訂閱Q&A的計畫 那今天呢,我們馬上就來做這個Q&A吧 那這一次呢,我想要從Youtube的留言先開始 所以我們先來看Youtube的留言吧 第一題 Youtube同學問說 如果條件允許,未來最想定居哪個國家或城市呢 好,其實我未來呢,最想定居在英國 那關於這個東西呢,你可以看右上方的資訊卡 去看我們上次在英國拍的Vlog 在最後有一小段 有一個短短的對英國的小告白 那呢,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囉 好,第二題是 對十年後或變成大人的自己想說的話 我覺得我會想跟自己說就是 不要忘記你現在想做什麼 不要,不要,不要走,走,不要走心 不要,不要忘了自己心裡面最想要做的那件事情 最想要發出來的聲音 不可以忘記它 好,再來下一題 呃,陳小媽說 阿神KP真的是很推薦給年輕人看的頻道 用年輕的觀點看書 看電影,欣賞音樂機率星 哈?我這張媽的也很喜歡看啊 恭喜獲2000訂閱囉 謝謝陳小媽 沒錯,我覺得陳小媽 呃,非常謝謝你 你這個是用三行字呢 倒出了阿神KP的一個 的初衷 謝謝你 下一題 我們來看米樂 Miller的問題 嗨米樂,你很常在我的頻道下面留言 謝謝你 好,第一題問說會做菜嗎? 會,我會做菜,我很喜歡做菜 然後我很喜歡看 Jaime Oliver Gordon Ramsey的節目 的煮菜節目 那,好,沒錯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話 我很久以前有做一個系列叫做 阿神的手材料理教室 你可以點右上方的資訊卡去看 那,最近沒有什麼更新 那,有機會再來更新 第二題 最喜歡的電影動漫書籍音樂家 Top5 好,你這個問題非常的困難 其實喜歡的電影啊 只要你有看我在Instagram 或者是 Instagram寫短 寫評論的電影 或者是你看我在YouTube做 做影評的電影 都是我喜歡的電影 因為 老實說沒有必要浪費時間 在你不喜歡的電影上面寫評論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在上面看到的電影 就是我喜歡的電影啦 然後第二個,你說動漫的話 我就少看 但是我小時候有看《火影原則》 很好看喔 然後書籍的話 書籍我最近很有感的書是 謝哲卿的書 我好喜歡謝哲卿喔 我覺得謝哲卿是我在華文書界裡面 最喜歡的作家 對 那,再來呢 最後一題是 音樂家的Top5 好 我覺得這可以重新開一集了耶 我好多好多喜歡的 歌手也好 音樂家也好 好,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們留著未來可以變成影片的主題 謝謝米樂 好,第三個 目前最想去哪裡旅行呢 呃,我就跟你說了 我很想很想去英國做一個那個 大不列天島的環島旅程 我想要把英國從 就是你知道南英格蘭 一直走到蘇格蘭這樣 繞一圈看看 所以 對,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下一題呢 我們來看看是 安羅斯 他說 請問你幾歲住哪裡? 然後同學看你影片的話會尷尬嗎? 那我現在是16歲了 然後我住台灣 然後我同學看我影片的話呢 我會非常的尷尬 那他們有時候也會來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會更加尷尬 好 那這個呢 韓文字的同學問說 你喜歡吃八寶粥嗎? 還是比較喜歡牛奶花生呢? 我跟你說 我覺得牛奶花生 你知道我想到牛奶花生 會想到 以前國小的時候 有一篇那個 明南英格的課文 叫做 但是呢 我也喜歡吃八寶粥啦 我覺得八寶粥 八寶粥是一個 很refreshing的東西 然後牛奶花生 可能太濃郁了 不適合當甜點 所以啊 謝謝你的問題 那我 經過你的提醒呢 我會多加的去購買八寶粥 好 再來謝小瑞嗎? 同學問說 在這路上 經營YouTube 是否曾受到 家人或朋友負面的指責 或者是 自己感到茫然呢? PS 超喜歡你的 笑臉笑臉 好 我覺得我 比較少受到指責 我有受到過那種酸言酸語啦 酸言酸語一定是有的 但是指責的話真的比較少 那 酸言酸語的話就是 我覺得就像我前面 我想跟未來自己講的話 你要知道自己要幹嘛 那 你說感到茫然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 很有感觸啦 因為我很早以前就拍開箱影片嘛 那其實我只是想要有個平台 在講我自己想講的話 所以 很長一段時間我茫然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頻道上面 要講什麼東西 但是 你也知道 這麼一個創作者 講什麼東西 是最重要的內容 所以 後面才有阿正可能會現在的這個樣子 然後 當然我現在也是有點小茫然啦 對 但是我 就一樣會就是 按照我之前的中指 就是我要記得我自己 一開始想要做什麼事情 初衷很重要 所以 茫然的話 老實跟你說 無時無刻都在茫然 無時無刻都想下一部影片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都在茫然 那我現在呢 非常努力的 再去思考一下下一部影片要拍什麼 好 吳秉蓮 他說呢 一開始怎麼會想拍影片呢 一開始是因為 我 我看書啊 然後聽音樂啊 然後看電影 看電影有很多心得 然後我就 一直很想要分享 但是你知道 我身旁的人 就真的是對電影都沒什麼太大的興趣 然後 看書可能有人分享啦 然後 音樂的話呢 大家都聽一些就是 很 沒有什麼心意的音樂 那我就覺得說 既然我都 有這麼多的想法 然後我身旁 並沒有這麼多人 能夠跟我一起 交流 那我覺得我可以在YouTube上面 就是分享的話 是一個很快能夠接觸到 很多不一樣的人的方式 變成一個平台 第二個呢 他說 對頻道未來的期許 未來的期許呢 就是繼續朝向一個 讓大家能夠 讓大家能夠充實自己心靈上面的 想法的一個地方啦 一樣是集結的電影音樂書籍 然後讓大家能夠 嗯 不知道欸 我自己很 我很期待YouTube上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頻道 所以 我會去做出那個頻道 變成是我想要看到的東西 但我希望YouTube上面 有更多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 一個你想要吸收心智的時候 你想要 嗯 吸收一些藝術美感的東西的時候 可以有的地方 所以 我覺得我自己在打造一個 我自己想要 自己想要看的頻道啦 有了 壽鈺說呢 讓我在影片中出現一秒 我跟你說 我滿意送一五 現在也出現兩秒 來 預備 開始 好 謝謝壽鈺 我們來看下一個留言是 莊惠軒 他說 恭喜 在你達到兩千訂閱的時候 你的第一件是 是 截圖 就這樣你們看到了 我截圖 然後我就上傳我的那個 Instagram跟Facebook 就是一個非常庸俗的動作 但是 對啦就是 唉唷 兩千訂閱就要截圖啊 好啦 謝謝莊惠軒 江敏軒同學 他寫 呵呵吃和笑 看的影片是因為老師 叫我們寫聖誕卡片 WOW 你有看過那個聖誕老公公 寄信給聖誕老公公的影片嗎 用上方的資訊卡去看一下 然後他就點進去看一下頻道 都是他喜歡的類型 就訂閱了 然後呢 覺得是個超厲害的人 希望頻道可以繼續做下去 謝謝敏軒你的鼓勵 OK 那接下來 我們這邊已經結束的話 YouTube結束 我們來看一下 Instagram好了 Instagram 有兩個朋友就是寫私訊的問題 那我就先回一下 第一位問說 怎麼學不同DG的英國腔呢 好 跟你說 因為我都聽BBC Radio 然後BBC Radio的 Radio One Radio One的話 嗯 主持人群大部分是英格蘭腔 有南英格蘭也有北英格蘭 北英格蘭就是我們俗稱的 Northiness 北方人 然後 然後 那些打電話進來的 有些蘇格蘭人 還有威爾斯人 他們的腔調都非常的有趣 那你多聽幾次之後 因為他們都會講說 I'm Amy from Bristol 或是 I'm Dan from Scotland 那這時候你就知道 他就是蘇格蘭人 然後聲音聽起來大概是這樣子 聽久了你就 大概就分得出來 他們英國一樣差在哪裡了 好 第二題他問說 怎麼用一個下午就寫完position paper 好你一定是磨聯的朋友齁 那個position paper呢 就是磨聯的立場文件 那你就是要去寫說 你代表了這個國 在磨聯合國裡面 你代表這個國家 你要先 就是擬好一個草稿 然後交給主席看 那你說怎麼一個下午就寫完position paper呢 就是 啊 簡潔有力啊 把你想講的話 寫完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怎麼一下我就寫完 但是反正我寫完之後 還是花了很多天調整 所以 唉呦 大家不要這樣子 這段英文的目標 我想要考亞斯 對然後 但是我最近正在 忙一些其他的事情 對 所以應該過兩個月的時候 就會開始 呃 加強自己的英文能力 再來下一位呢 他問了一個非常學術性的問題 他問我說 角膜發育過程 最晚形成的組織是什麼呢 橡皮層 肌子層 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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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開放下面留言區 大家可以告訴我答案是哪個好不好 用揮話說 癖是什麼呢 我的癖嗎 就是 沒聽音樂坐在床上看書 這樣算癖嗎 對 這算是我的癖吧 拔 算拔 用揮話然後他還問說 阿翔已經什麼時候要換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 嗯 應該就是 我不知道 我要換的時候要通知你 我要換的時候通知你 用揮話說 阿翔什麼時候要找可愛的小花拍影片呢 小花就是非常有才華的主持人 所以我們可以找時間 跟小花拍一個 這個聊電影的專題 我覺得會非常有趣喔 那我們在 我們在業務接洽 阿翔 未來想隱居嗎 我覺得 嗯 年紀大了吧 可能我 退休之後 老的時候會想隱居 但目前還沒有想要隱居的感覺 但如果我真的要隱居的話 我會想隱居在那個 鄉村 然後 就是 你可能有一些好的隱居 然後 就是鄉村的獨棟這樣 然後 可能每天種種田吧 然後 看看書阿 聽音樂阿 就是在 我想要在鄉村 就不要在都市了 David Gunn說幾歲的身高這麼有的才華 幾歲剛講過的身高的話 號稱一八五 下一題的話是 Chesca May說 Which movie character in your opinion is most debatable? Well, I think every movie character is debatable because like peopl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a same character so every character is debatable but if you want to be specific I think that Grindelwald from Fantastic Beasts is debatable because you know in my imagination Grindelwald should be someone that is attracted to people and but Johnny Depp starring Grindelwald he is not attractive to me I mean when I saw him he's not attractive at all and his way of talking is not convincible so I think Johnny Depp as Grindelwald is quite debatable 現在在收聽的歌曲 我跟你說就是我昨天晚上啊 聽到一個很有趣的 的歌手 他叫做 Cate Town 他也是個YouTuber 然後我覺得他的歌曲有一種 很緩慢的情調 然後 很英國的那種獨立音樂的感覺 然後 目前了解還不深 因為畢竟我大概才12個小時之前才認識他而已 但我覺得很有趣 你可以去聽聽看 Stay Delight 他會問說 你喜歡吃起司嗎 我喜歡吃起司 而且我喜歡吃 呃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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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瑪森起司 但是我跟你說 我上次有一次吃過那個 法國的那個 有一個 就是你知道它裡面有 藍藍發霉的 霉菌的那個起司 我真的覺得那個味道超 噁心的 我到現在念念不忘那個 念念不忘 我到現在覺得那個味道很恐怖 它也留在我腦海裡面 那個是我最喜歡吃的起司 但是我也有喜歡吃的起司 對 會朝全職YouTube前進嗎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人生中有一些工作 是我很想做做看的 所以不一定會朝全職YouTube 應該說不會朝全職YouTuber賣進 但YouTube會是我一直經營的一個平台 未來想要讀什麼呢 我想要讀媒體吧 或是外文專業的科系 C.C.Chain說 阿翔可以一個迪士尼公主的中文翻唱嗎 呃...可以 我聽見你 我聽見你 我不會 有人找麻煩 但我不會 有一千個理由 我需要 我應該去 I should go about my day 我會煩 拒絕你的 輕輕細語 呃... 我希望我走開我 呵呵呵 你不是聲音 你只是個聲音在我耳朵 如果 如果我 聽到你 雖然你剛剛那是 In to the unknown Frozen 2 冰雪奇人2的歌曲 大家可以去聽英文吧 不要再聽我這邊亂翻唱 呵呵 Right now問說 你對英文的熱忱會影響你未來工作或夢想的抉擇嗎 會 我覺得絕對會 因為 既然你很喜歡 就在這種不同語言的環境裡面 我覺得你就可以去挑戰自己去 沉浸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但你喜歡這個環境的時候 我覺得 你才會是快樂的吧 所以 一定會影響的 不管是我對任何東西的熱忱 都一定會影響 COH同學 他是一個 他問說呢 可不可以實施一個更長Vlog的動作 每次都期待你發有關你日常的部分 那說 期許是不是透過一個持續你力的動作 達到破萬訂閱的部分 可以 我很喜歡拍Vlog 其實我很喜歡拍Vlog 只是有時候我覺得 真的生活太無聊 沒什麼好拍的 所以我會更常發Vlog 好 所以問說是全拍還是貓派呢 我覺得 我一開始全拍 我覺得全很可愛 但是自從我看到黃阿瑪影片之後 我覺得 我是毛拍的 Jasmine問說 How is your French going? OK 所以 我沒有跟大家說的是 我其實一直在學法文 學快一年了 然後我最近在準備法文檢定 但是為什麼最近有點忙 那 在準備A1級的檢定 那之後 Outcomes如何 再跟大家報告囉 哈囉哈囉大家好 我是 我是後製石的阿山 那因為呢 我剛發現有一長串的問題 我根本沒回答到 所以呢 我接下來要來繼續回答問題 問題呢會出現在 右邊這一區 讓大家看一下囉 好 首先是Jaime的問題 Jaime說 我最喜歡哪一類型的電影 有偏好嗎? 老實說 我沒有什麼偏好 我覺得我什麼電影都看 然後 恩 完全不設限啦 就是唯一一個不看呢 就是驚悚片 就唯一恐怖片不看而已 其他都看 稍稍改變我生活的電影 呃 必須說每一部電影 某種程度上 都在影響我的價值觀 但是 真正改變我生活 很劇烈的 讓我能夠意識到的 其實是書 就 對 就是謝哲欣的書 剛剛前面才提到 謝哲欣的書 真的改變我生活很多 它改變我很多 日常生活的方式 不過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一集玩家 也改變到我 一集玩家 是帶我拉回現實的那部電影 一集玩家 一直在提醒我們 呃 現實生活才是 真正重要的東西 不要忘記 現實生活中跟你連結的東西 跟你連結的人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的 好 再來 Jamie呢 又問了一個問題說 阿善的英文感覺很強 平常除了被單字以外 還有其他增進能力的辦法嗎 好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在那個 考多元的那部影片有講到 可以點右上方的證明卡去看 然後 基本上 增進能力方式 我在那一片裡面 都講的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看那邊 比較快 再來問說阿善是理科還是文科生呢 我是標準文科生 我理科真的不太新 好再來 PAST同學問說 阿善有女朋友嗎 沒有 Yuk Singh同學問說 閱讀的時候怎麼 不會的字會會超成單字本嗎 那要如何才能快速的記起那些單字呢 因為每次看到一樣的字還是會忘記 那我覺得 老實說 我不會把單字抄成一本一本 因為 我個人 我個人 我個人沒有那個耐心把單字抄成一本一本 但我知道有人會這樣子做 那我自己的方式就是因為 每天都閱讀很多的文章 然後你會一直不停的遇到那些單字 在一直不停遇到的過程中 你就不知不覺就把它記起來了 也就是說 這個方法 我的方法的前提是 你要很大量的閱讀 如果你不夠大量的話呢 那就沒有效果了 所以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這麼大量 你想要非常有效率的去記單字的話 你可以寫成一本一本 但是如果是我的方法的話 我會傾向很大量去閱讀 當然我的方法比較耗時間 但老實說比較輕鬆啦 JAMMY問說 阿善可以當我的英文小老師嗎 可以 我可以當你的英文小老師 再來JOE問說 怎麼有動力持續創作影片呢 因為你啊 因為你們一直在 呃 因為你們一直都有在回想 然後因為在 正在看影片的你 一直在看我的影片 然後還願意 願意常發留言 甚至這些QA都 來回答我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 我更能夠持續創作下去的動力 再來呢 YUGA的同學問說 阿善因為哪部電影 而決定未來的志向嗎 我是看了駭客任務 就覺得Coding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就朝這個方向前進了 老實說 沒有哪一部電影 特別 讓我未來的志向而言 因為我很早其實就 大概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麼了 就剛剛前面講的像 媒體啊外文的部分 那頂多呢 是我會對一些相關的電視劇 或電影特別特別的 特別特別有感觸 比如說我最近在看 最近在追的 就是Great News 這一齣影集 他講 中文翻的老媽闖錄電視台啦 那這部電影很有趣 這部影集很有趣 大家可以去看 非常好笑 那因為剛才呢 阿善的相機跟記憶卡 一直不停的出問題 所以現在又接續的在錄 剛剛問完剛剛沒問完問題了 好 那我現在來看 下一個問題呢 是Chill的同學 他問說 阿善是不是對於 學老師講話有什麼技巧呢 還是把他當作人生一大樂趣 即可練就一番呢 呃我個人認為啦 其實 每一個人講話的時候 對他特別的一種語調跟聲調 我覺得 去揣摩那樣子的音韻 對我來說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 其實我平常在 日常生活中都會特別留意 不管是廣播主持人啦 或者是 甚至卡通配音 我都覺得很有趣 所以 沒什麼局限啦 再來呢 信永他問說呢 阿善到底幾歲呢 16歲 喜歡什麼樣類型的人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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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相處的人 好最後一題呢 小花的問題 小花問說呢 阿善的last screenshot 呃 我的last screenshot 就是 各位的問題啊 那再來 Favorite season 我覺得是秋天耶 因為老說秋天的這個 天氣還蠻宜人 涼爽的 還蠻宜人涼爽的 然後 而且 為什麼不是春天呢 因為春天會下雨 秋天不太會下 所以我個人是最喜歡秋天啦 那最後要說 Favorite YouTuber 好 你們一定期待我會說 什麼阿滴什麼之類 對不對 覺得阿滴是還不錯啦 然後另外我很喜歡 國外YouTuber是 Casper Lee Casper 然後還有 Joseup 是Casper的好朋友 兩個都是英國人 那還有什麼呢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都訂閱什麼人 當然如果真的他出影片 然後我每部影片都會看的 就這兩個頻道 那其他的話 有啦我訂閱很多頻道 只是 不一定每一片都會看 對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阿滴的Q&A 那 好 我先回去給原本阿滴結尾好了 阿滴交給你囉 那我要再一次謝謝大家 這一次參與這個阿滴Q&A的互動的活動 那這個 這個留言真的非常的多 謝謝大家 然後也謝謝大家 因為持續訂閱阿滴 讓阿滴達到2000訂閱 那如果你們任何想看的主題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阿滴 那別忘了可以去阿滴的Facebook Instagram KKBOX看看囉 那兩邊是我對於看的 下一部影片給你去看喔 那別忘了如果你想要就是 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想要一起聽音樂去KKBOX知道嗎 好 我是阿滴 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你們 掰掰